其实你会发现希腊的这种上午的这种体育运动精神文化 到中国现在 除非说我有病了 它没有那种身体崇拜的 其实希腊传统有这个的 对身体的这种舒展跟精神舒展是一样重要的一件事 是这样 现在太实用主义了 你读Mazda 读PhD 都是为了职业 为了将来的磨生 真正的精神的追求发生 那你什么时候意识到 就用physical的身体上的这种舒展 这种身体上的竞争 这特别重要 因为这是中国传统排斥这个东西的 这个还是和我觉得家族有关系 家族你看是我父亲来说 二十五千里长征 对不对 这样大千系 我母亲希伯族又是个大千系 这样一个民族 他潜移默化的对你的影响 那我小的时候可以说是 田径 排球 篮球 足球 什么都爱好 但是我就告诉你 我什么都不行 那就是登山山高 我骑手 我代表那小子 第一个把旗子插到山顶上 我只有在这个 就这种户外的 找到所有感觉 偶尔玩一下 找到感觉 找到感觉 在那个时候 我是觉得很自卑的 对我的个儿就都自卑的 我觉得这个儿因为你喜欢搞体育活 这个困扰你多久 就开始不困扰了 解决了 这个 他登上珠峰之后 要这么久吗 那当然是 真的 当然是 当然是 因为他一定要就就证明了 就说你比如说你在事业上这些成功 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还需要通过体育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说是这样 实际上人生来讲 我们来看看 事业上的有所成就 我小时候有很多幻想 一个是当麦克医生 我觉得这个是就此复伤 太伟大了 再一个 福尔摩斯 侦探 李昌玉 神探 当神探 是吧 神探 如何蛛丝马迹 如何人一来 一看身上 就骗你哪的人 觉得这个怎么 太伟大了 甚至有时候做梦 都梦见 都梦见 我是个侦探 还这样 但是从来没想 我会是个商人 我是个成功的商人 甚至我是到了 应该是到了90年代中期 我就甚至就是两年出国去的 我就是过渡一下 那是想出国干嘛去呢 读书 读书 还想去读呢 感到文化人骨子里 是对商人是一种鄙视 更不要说房地产商人 是吧 跟他讲是吧 非哪房产商人 是吧 成立万科来讲 你看我搞 如果你查历史来讲 我那龚花改造 上市 我上市招股书上是搞录像机 搞技术 还是搞就是这种 做房地产挖了坑就卖地 我当然愿意搞去 所以房地产是特计经营完之外 只有这个一定会将来很有发展前途 它只是一个理性的判断 你喜欢不喜欢不重要 只有这个你才能做得非常大 因为这个大潮来了 给你这个机会你来做 那一直到50岁了 才放弃了 才安心说好吧 你就是商人吧 到50岁我才承认我自己的身份 所以我不认为我商业上成功 对我来讲意义非常重大 我不认为 所以这种身份焦虑困扰你蛮久的 那当然是 但你什么时候意识到 这个东西被很多人开始认可了 成为一种 作为我来讲 我都没有敏感的这样反应 就去感觉外边对我怎么看 更多是我自己怎么自我的一种认知 这点我是清楚的 你喜欢不喜欢是一回事 既然你做你得把它做好 你要做你要研究它 就把这个世界城市发展史 作为这样一个研究的课题 突然发现说 它这个学问是非常非常深的 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到秘鲁 是吧 你看古金家城 你会发现非常巨石搭的墙上 颜色合缝的有一个图案 一个十字图案 那就是不规则的时候打出来的 颜色合缝到什么程度 你拿个针插都插不进去 那就提出一个问题 说它用什么加工工艺 就现在的工艺技术也达不到 当然其中一种解释是外星人来 对不对 要不就这个就没法解释了 但你知道一块的教授 人家是研究这个的 轻轻一笑就说了 因为时间 你知道吗 这是地震多发地带 反正只要这个墙不会震塌 最后结果就是这样 对对 对不对 越来越迷 它就在一个磨合过程 这说的好漂亮 对对对 真是说是对 你想想 你可能是不是 你如果不是这样的考察 实用来讲 你哪来的这样的知识呢 我只是举上个例子 哎呀 太神妙了 所以到哪 跟你讲 说说看 什么原因 哪打压 猜了半天 我也装这是 是吧 这样一解释 牛逼是吧 哎呀 就非常惊讶的看着 是吧 我打断一下 你说这个时间吧 嗯 比如你这代人 其实比如从八十年代出到现在 那个时间是非常浓缩的嘛 你想从那个 那么一个破的突然进入 这样一个中国的时代 这些房子 对 所以这些所说 所有这个同行做的一些房子 随着时间 他们会变成什么呢 只是变成一个 要被拆除的废墟 或者说只是一个非常塑朽的东西吗 没问题 没问题 时间问题是吧 对 时间 我们还有时间是吧 对 很多时间 我们能聊 但是你说的莫扎特这个梅萨曲呢 这个也挺严肃的 就是罗密内斯王 嗯 暗魂曲 是啊 它是整个个辉煌 是吧 快版 当然也有很严肃的这种悲伤的那个曲调 那整个来讲 它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展示 你想来一小时平时 把哀乐来放着听 他不让听说你是神经病是吧 是吧 是吧 他哒哒哩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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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中国这个春秋战国是庄子那种状态来讲 对这个死亡态度真的是荡然无存 那次那个在珠峰你不是有一次槟死体验吗 那那次之后是不是听这个更有感觉了 会吗 它是这样 灯顶快灯顶的时候我走不动了 那这个香草凡也说你没养了 没想到8000米以上就生命禁区啊 你没养了 那这个总指挥在7000米的位置听到我没养了吗 那他紧张了 这中文企业家就死在那 他还说你赶快撤吧 人到那个时候就很简单了 他说反正是没养了 也到这个高度了 你下撤也危险了 上去再说了 灯笼顶风雪交加 赶快撤啊 这个撤撤我就开始感动了 我说怎么我的后脑勺发热 而且发热感觉是阳光照的 这都不对啊 说飘着雪花上 刮着风哪来的阳光呢 他就感觉这种暖和的 从后脑勺到了天鹅 到了脸颊 到了胸 就满痒痒的 而且暖痒痒的就是一种舒服感 只有一个愿望 一个愿望的就是闭上眼睛 坐下来 非常明显感到 只要你坐下来闭上眼睛 那就觉得进入一个极乐世界 很美好 尽管你要进入那世界非常美好 你还宁开我怎么受着煎熬 差不多能持续了20分钟 哇 挺长的 20分钟 过去了 过去了 你又觉得风雪交加 反而你知道吧 这个痛苦比那个好坚持 那个你就是 为什么过去来讲什么叫躺一炮弹 哎呦你那真的体会到了 诱惑特性强 嗯 死亡 嗯 他不可怕 甚至不但是不可怕呢 嗯 他很美好 回家店 Cam Drew Hello Cam Drew I'm again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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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种场景会渴望活得更长吗 还是什么感觉 实际上人生命最不能隔舍的不是这样 哪些东西 青春美好 更多还是感情 所以这生命的动物 还是不要太长生命 就没有那种美好的事物不断地重演那种 它重演就没有意思了 你同样的经历就能很兴奋的包括喝酒啊干什么你会发现你那时候很感觉你在第二次想找到同样的感觉基本是没有的 而且往往往让你失望 对生命的延续来讲你担心你会成为多余的 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来讲它已经是多余的生命它就是这样 你这么怕被成为多余的不被虚好啊 因为我想生命的意义在这里 你比如说显然一种大马哈鱼完成交配之后残子就死掉了 因为他已经他的使命完成了 他的后代不需要他在养育 是不是这代人还是挺普遍面临情感上的一个 应是其实是小时候也缺失 就这代人挺特殊的 你很小的时候卷入到那种很大的社会动荡里面 然后到了青年时期中年时期突然有一次巨大的社会机会 算时代的某种特征啊 应该说是吧 我觉得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自己的经验 是跟他们不同的 而且它会变成一个很持久的力量 它是这样 你比如说我觉得当时和很多八十年代创业的人都不一样 那是什么傻子瓜子 马胜利 你会发现文化程度都不高的 尽管我的文化程度也不高的工程学员 自私来讲我还是特别好学习 特别的追求 就是我到深圳是周岁32岁 学岁33岁 当过兵 当过工人 当过工程师 当过外贸干部 已经经历非常非常丰富 作为我个人的经历来讲 我为什么要到深圳 其中很主要的一个原因 刚才讲了我对自己有自卑 那你真正的 就是你的阻力并不是这样 因为你个不高 你体育超过别人 很多你的原因不是这样 最大阻力你会发现 你在当兵 这个军队来讲是一个完全不给你个性来发挥的地方 学习技巧对应的军队 那这种意识个性词只是在军队 你在工厂你在机关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 我为什么要决定要离开 我如果就是在这机关算下去 我这一辈子是个什么样子 甚至追到会是怎么开 我都清清楚了 都想到是吧 对 是不是想到我的导词是怎么给 都想到清清楚了 我还待着就干嘛 怎么给你当然想到 那你现在怎么给 该怎么给怎么给 你说你不是你复决极了吗 什么那怎么给 标准的复决极导词 对不对 标准的复决极导词 当然会不错 但是一定很乏味的 是吧 而且哀乐你都知道 你非常不愿意的 但是也是这样来讲 是吧 你这都想好了 你说我还在带着干嘛 所以我一定有这个机会去闯一闯的 第一年到深圳去带着民工扛麻袋 那民工不理解 你看我这城里人 干的那么欢迎 不像个犯错误的人 就说你平时会跟我们干这活 这我心里都说 艳缺艳织洪湖之至 那是想做什么不知道 刚才你说等于是中国经验吗 自我经验吗 您这一代做企业的人 其实都是一开始在一个模仿学习的过程 在一方面学习过程中 你会觉得有一种跟他们不同的 跟日本也不同 跟美国也不同 那本人还没把自己确定当商人了 开始自己重新思考自己是商人来讲 和工业发达国家的这些资产阶革命过来的这些商人 有不可比信 曾经一读到高研的红顶商人 对霍雪原敬佩的五体徒弟 但你再读一些西方的这些管理的书 你才发现霍雪原家里 你要抵弃的 什么时候意识到霍雪原这种方式不行呢 应该90年代初那时候已经是意识非常清楚 中国人我们就是不信什么 就信人就是强者 原始森林 就是因为大家物种竞争都在竞争阳光 水分直升往上升的 在上面的散盖时代的覆盖 其实结果来讲这种物种把其他物种全搅上 包括他们的后代 包括他们的后代 你后代也成长起来 因为你很很强你就一直后面 这毫无疑问的 比如说我们来讲30年前 除了苹果还有一个王安电脑 结果来讲苹果电脑现在成了结果是第一品牌 王安电脑早就没了 就因为王安之后他的儿子结盖 就是中国的传统这样 太强来讲是不能延续的 那当然我是个中国人 中国文化 我觉得这是非常沉重的一个命题 我希望我打造到万科不是这样 你做的企业 你一定不要让这些年轻人再做我的劳力 再这样委屈自己在这熬 一定给他们一个机会 实际这些很多来讲就是受这个 读这种迪肯斯的大卫科伯菲尔 就人本主义最基本的一些 对人性的一个基本要求 一个追求平等 年轻人要给他们机会 对于万科来讲 我这是非常清醒的 应该50岁 刺激总经理职务 就开始选择去登山 就有意识和公司 就强迫自己 至于苏黎开始做什么 那是另外一个 就是中生都有这种强者情节 是你塑造你性格 当然是 好疑问 所以你说你多矛盾呢 行为是要压抑这个东西的 对人是考验挺大的 好疑问 原来的追求当中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还是各方面的野心 典型的放大的自我 超我 就是为了自己的野心 你会发现很多 形成的一种关系来讲 都没法弥补 举个简单例子 现在来看来都是挺羞愧的 七岛舟登完之后 就徒步穿越南北极 其中就有一个女队员 还有一个男队员是拖累是弱者 因为我那时候要完成七加二嘛 其中那个男队员我就 就把它排斥掉了 但这个女队员呢 人家很有个性 你不介绍我 我自己组队 甚至把我这个队里的 一个队员也拉过去 那个队员顺利完成了传越南极 我这个队也顺利完成 但之后就接下了梁子 这个之后呢 当然说 我都表现出一种受害者的这种 这种姿态 怎么意识到的后来 刚才说这事是发生在2005年 等我意识到呢 是十年之后了 我华塞鼎 花了十二年了 八人停 我也不和他们合练 到时候去了 拿老板来参加舞台舞 给我留个位子 但真的到剑桥 这就是人家剑桥的体育的招牌 你和人家比年龄经验 各方面 你都不是别人吗 突然发现呢 你进入这个团队 人家让你很舒服 因为你那是个弱者 你发现人家不把你当作弱者 嗯 花塞鼎精神来讲 本人就是大家要齐心协力 你太强了 他不但不可能是增加动力 他会划偏的 因为这八足从嘛 就是你这个特别有力 那结果来讲 变形了 所以你只有你太强 你要照顾别人去 而那个相对比较弱的 他进自己的力量怎么量 和你鞋道上去 你突然发现 非常典型的 现代工业文明的一种鞋座 更多来讲是整体 没有个人影响主义 在这里融的当中 我在铁铁道里 我整个划了12年载艇 我整个是个混蛋 我操 那发现这个过程 发现过程中应该是 应该很多懊恼 很多那种自我反省 那种 那种 它是渐进过程 当你意识到来讲 应该是倒过来的 你一下子觉得 你这个境界全变了 你觉得是怎么说 因为你也不知道 是因为你去了哈佛建桥之后的变化 还是你不去也会变化 可能是年龄的经历 你不知道 刚才你说 在哈佛有点是做作业的一段时间 压力最大的时候 你快说快崩溃了 每天做到半夜 然后一天一天都20小时在熬 简直是觉得明天都熬不过去了 如果事后总结来讲 觉得那真是如入炼狱 怎么邓珠峰在 怎么南邓那么说 我从来没说什么炼狱 什么炼狱 但真正的感到煎熬熬不下去 是在哈佛 那两年半对你 除了自我认识的改变 对你的知识上的改变 你觉得大吗 知识结构上的改变 两个方面 一个来讲就是系统的逻辑训练 因为当然我不是专门来系统逻辑训练 就是他上的 我选的很选本科生的课 就像曼昆的基础经济学 像桑德尔的论正义 对你的思维逻辑是非常有好处 在另一方面 你比如说对西方宗教的一个认识 你比如说原来很多就纠缠一个 他们怎么会信 真的是有一个绝对全文的上帝存在 古人是这样 那个时代的局限性 到现在这么高科技的发展 到现在对认识的世界 他们难道还是那样认识的吗 你的疑问点是在这里 所以你也带这个疑问点想了解 他们思想认识 很快就和教授的两三堂课 就意识到了 更多是绝对全文下的大家 每个人没有权威的 说再也才有平等思想 才有大家是一致性的 你更多理解的是背后的 几乎每个礼拜 你都会感觉 趴着一闪亮就开这个窗户 那种被照亮被启蒙那种感觉 对被启蒙那种感觉 如果没有这个你说 大点撑不下去了 我的苦逼熬 我熬什么呢 是吧 因为以前的焦虑和不自在太早 太多的建议在某种成就也好 某种扩张也好 征服也好 这种东西上 原来的追求当中 你当然为了把企业做大 你曾经有一段支持你的目标 大是个结果 你不能把大当目标 大当目标 它一定结果很糟糕 因为你为了大 你会不择手段 你为了大 你会来把念苗助长 我们长期的保持第一位 第二位第三位有什么不好的 所以实际这几年的万科已经从第一 变成第二 第二现在变成第三 不要怕被我们被同行超过 但实际上万科有个魔咒 这么多年 一般来讲超过万科的 很快就不行了 因为万科已经很大 它要超过万科 它一定要变形的 会失控 你不能它失控 你跟着失控 这个道理很简单 那你觉得你现在扩张动力 跟以前比是更强了还是说 它是不同维度 再换个维度 你比如说比尔盖茨微软 成了首富 他现在突然说是把他的钱全捐出来了 你说它是停止扩张了吗 另一种找个另一个维度 另外一个维度 就是我不是赚多少钱 因为它更进入人的内心 它只是表现形式不同 这是解释方式不同而已 那对你来说呢 我觉得要从解释 这个进化心理学上来讲 那是一样 较量 你邓珠峰是一种较量 学知识学文化也是一个较量 但是你说华赛点 不是也是另外一种较量 或者说其实扩张和政府本身 真的它只是很短暂的给人 带来满足感 不能带来一种充分的一种支撑 是不是 如果停止征服 停止扩张 你就觉得很焦虑了 但你缺少这种扩张 这种动力的时候 我觉得生命也是应该结束的时候 你可以接受完全自我的吗 就是说过一个充分的自我实现的人生 就这种自我不太依赖外界 就依赖我自己内心的感受 我对知识的兴趣 我对各种经验的兴趣 我跟我很亲密的人的关系的兴趣 就是放弃更广阔的这些人群 你可以这么自足吗 你觉得 应该是到现在我做不到 很难还是是吧 这个不是很难来讲 我觉得我做不到 我还没想到那样去做 我还没想到那样去做 你羡慕那些充分自足的人吗 他有一个很小的世界 一平方米的桌子 他不太依赖外界对你的感觉 他我应该说是达不到那种状态 还不知道境界或者什么来讲 那个状态来讲他需要 他有他那种技能的 我没有那种技能 就技能跟好单时候跟自 他不是 他不是 他你的所谓的技能来讲 还是这样 就是你有资格那样去做 你比如说我可以出思想 我的文字又有一定的文字能力 那没问题 我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那我相信我的思想东西 这个世界是有用的 即使没有用我也不会后悔 我没有这种能力 嗯 历史没有看见以前那种感觉 也路撒冷是神的世界 真的是有神性 我在海上感觉更强烈 是吗 对 我觉得反而这是人的世界 是吗 我反而觉得是那种 上古之初那种感觉 因为那个一路撒冷那边还是有历史的嘛 这几多年这样 这是无历史的 哈哈哈 多少亿年了那种感觉 这个世界》 我是西门航 Jupiter 我看过来 这么牛逼 回到了昨天我们没展开时间的看法 之前小时候成长是一个我们是去除历史 去除时间的一个过程 历史变得非常短暂 就眼前这些事情 然后你到了深圳创业 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一种强烈的紧迫感 到现在进入这么大的舞台 这个时间又是个压缩的 当然你现在又开始思考长限度的时间 宗教一下都是很长限度的 你在想你现在第三个33年 也是时间的问题 你怎么去理解这些事情 跟你的生命的关系 第一个理解是时间上来讲 正好今年是改革开放的第40年 生命是很短暂的 那你正好遇到这样一个时期是很幸运的 清清楚楚记着的就是万科规划第三个十年的时候 CFO他们提出一个就是预计未来十年之后 一千亿 这是公司的规模在九十亿 这要规划十年之后 一千亿 我当时看 这样黄旺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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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